说起黑社会 印象里应该是凶狠残暴 非常讲义气 过着纸醉金迷歌舞生平的潇洒日子 这些印象 大多数是来自于影视作品里 而在日本 现实却极为相反 荒诞的现实与光影 几年前 在日本鸣鼓屋 市中心的一家商场 警察抓捕了两位神户山口组的帮派成员 他们试图偷窃西瓜 大米 鰻鱼 成品菜等等 总共198样东西 价值7万多日元 这两名帮派成员 一名52岁 一名59岁 此次行动由组长亲自带领 抓捕过程中 组长却逃之遥遥 根据后来警察的询问 其中一名成员交代 帮派实在是太穷了 不得不出来偷东西吃 如果把上面的新闻 提取一些关键词 两位老人 黑社会身份 偷取大量的食物 且难以善后 作为一字当头的日本暴力社团 在追捕过程中 竟然抛弃同伴 而且这次行动的性质 是偷窃 而不是打架结舍 原因竟然是 因为果腹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这似乎是一个极其简练 但又包含极大蓄蓄冲突 和笑料的荒诞电影剧本 但讽刺的是 这居然是传说中 以任侠来自我标榜的 日本黑社会现状 不得不说 现实比光影之中的演绎 更加荒诞 起源于发展 最早的日本黑社会 可以追溯到江湖时期 那时候 一群社会青年 精神小伙 开设赌场 或者在庙会卖点东西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 自然就有争斗 而社会青年的真理 永远在拳头上 一如张大帅所言 江湖不只是打打杀杀 江湖是人情事故 人多了 自然就有了帮派 就有了规矩 而日本现代黑帮的历史 几乎就是一部 山口组的发展史 毕竟这个全球 最大登记在册的黑帮 几乎贯穿了 日本整个现代史 2014年 日本山口组 便以年收入800亿日元 位列全球黑社会 团体收入榜第一 在日本企业中 排名第八 这不由得让人疑惑 这得打多少家 结多少社 才能做到如此的收入规模 山口组的经营手段 除了黑社会的 传统三大象 XX之外 从50年代开始 就进入了娱乐产业 成立了娱乐公司 神乎异能 并且将知名艺人 家藤和继等人纳入回夏 营销手段采用了 转化率最高的 强行手票方案 因此形成了稳定的收入 到了80年代 日本经济泡沫出现 转向做房地产 艺术品投资 股票市场 低价购买 加上黑市运作 高价卖出 赚得盆满钵满 到90年代 泡沫经济逐渐消散后 山口组则开始 大量收购不良资产 每次的出手 都恰到好处 如果不知道 这是Yakuza的话 我相信 单凭着公司的运作能力 和营收能力 会有不少人 愿意进入这个社团 来实现自我价值 专门研究 日本黑社会的美国记者 杰克·埃德斯坦 曾将山口组等社会组织 称为带枪的高盛 可见其经营能力 60年代 是日本暴力社团 人数最多的时期 达到了十多万人 到了2019年底 指定暴力社团 登记再次的人数 下降到了 两万八千两百人 为什么曾经 蒸蒸日上的 日本暴力社团 开始走下坡路了呢 社会容忍度的下降 这是日本暴力社团 走向衰败的核心问题 山口组五代目 曾经就说过 民众的宽容 就是我们存在的根基 而1992年 出台的暴力团对策法 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如果一个组织 被认定为暴力团 这个暴力团 及其所有成员 都不可以在银行开户 不可以贷款 不可以办电话卡 不可以租房子 不可以泡温泉 等等等等 暴力团成员也是人 也是需要在社会中 生活与交际的 一旦从政府层面 特意来区分 暴力团成员和普通民众 犹如印度的种姓制度 将人群分级带来的影响 将会造成史无前例的波澜 毕竟暴力团里 不是所有人都是高管 对于庞大数量的底层团员来说 这些规定将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举个例子 暴力团成员不可以在银行开账户 结果孩子拿现金到学校去交杂费 这样他的同学和老师 都知道孩子的父亲是暴力团成员 由此会遭到很多的歧视和非议 再说个例子 日本常年实行负利利率政策 住房贷款长期维持在1% 乃至更低的利率 暴力团也要结婚买房子的 如此低廉的住房贷款拿不到 反而要全款 在现实的房价面前 这些底层的年轻团员 就要面临着房子和中二时的 热血誓言之间的选择 我想除了极个别想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大多还是会被社会毒打所低头的 还有即使退出了暴力团 五年内也无法开设银行账户的 至于什么时候能开 就看各家银行 电信公司 房产中介的态度了 退出后想找个工作 更是难上下来 企业担心退黑成员 中饱私囊 威胁员工 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所以说暴力团对策法 在经济上 极大的约束了暴力团 对于年轻人来说 入汇带来的潜在损失 几乎大的不可承受 而入汇带来的收益 则显得未知且飘渺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出来混 无非是求财求民 年轻人也许热血上头不太聪明 但在未知的收益 和潜在的巨大损失之间 但凡少喝两瓶 恐怕都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帮派分裂老年化 2015年 十日山口组成立100周年 山口组内部产生了分裂 并且爆发了激烈的强战 13个直系团体 脱离了山口组本部 成立了神户山口组 2017年 神户山口组再度分裂 旗下最大的直系出走 成立了半会 截止2019年年底 山口组成员数量 8900人 神户山口组3000人 半会仅剩610人 山口组新报上曾经刊登 比泄露情报更严重的事情 是漏尿 当全国老龄化的问题开始显现 并且暴力团因为门槛等种种原因 缺少新鲜蓄业来进行人员补充之时 就注定了衰败 日本警察厅的数据 2017年 全国50岁以上的帮派成员 超过了40% 偶尔能听到新闻 七旬老人上劫泄斗 50多岁的枪手 当劫暗杀 现在的暴力团总部 好似老年人活动中心 20来岁的暴力团成员 上门催收保护费 店家会战战兢兢 规规矩矩地交上保护费 而如果是六旬老汉 来催收保护费 则可能正值壮严的老板一家 估计只会呵呵一笑 并且老人吃完拉面后 请他出去 这不是段子 这是日本现在的现实 何去何从 前些年 国内远渡的日本奶茶项目 掀起了日本某种意义上的 万种创业 这个项目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 那些年 几乎所有的日本移民中介 都会推荐这个项目 在宣传口号上直言 三月回本 一年爆转 在东京街头的奶茶店 寒风领列下 露着大白腿的姑娘 为了一张奶茶打卡照 动则排上几十米的长队 一年之间 整个日本涌出了近万家奶茶店的新闻 充斥着社会的眼球 但还有一个数据没人说 那就是近万家奶茶店中 近三成 是暴力团或直营或入股经营的 一家经营不错奶茶店 越境利润可以达到100万到200万日元 虽然卖水不如卖粉利润高 但是风险可小得太多倍 更令人拍案的是 暴力团在奶茶店兴起的时候 大量进驻 强占市场 而在泡沫最火热的时候 却将店面纷纷高价转让 让一众怀着创业梦想年轻人接盘 一手高抛低吸的操作 实在在给年轻人上了一课 告诉大家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除此之外 疫情卖口罩 从事动漫周边等等正规行业 大爷们用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阳谋 让年轻人心甘情愿地掏了腰包 黑白世界的分工 其实暴力团在日本社会 还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警察和黑社会的合作 是不是只在电影里出现 通常这种剧情 还连带着滔天的阴谋 背后的大人物 动则涉及国会 乃至更高层面的较量 而现实情况是 在日本坊间 警察确实有不少和暴力团 有着光明正大的合作 日本由于隐私的保护原因 很少有摄像头 因此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或者刑事案件的时候 破案难度非常的大 暴力团往往充担着 现任的角色 他们更容易拿到 真实的一手情报 与警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进行利益交换 极大的提高了 日本警方的办案速度 没有尔与我诈 没有滔天阴谋 只有锦民与水义夹亲 调侃归调侃 但光明与黑暗本身相伴而行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黑暗自然有用武之地 说在最后 综合判断 除非政策再度收缩 日本暴力团这种社会组织 不会彻底消失 暴力团如今更像是 家族化企业的存在 有规模化的企业 有公关 有法务 同样有大哥 还有小弟 有长老 也有新人 他们的财富积累 不再像是往日的取之于民 更多的是从资本 和企业手里 进行财富获取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 他们冲到第一线 在帮派斗争的时候 会提前贴出告示 避免误伤平民 日本暴力团 会逐渐在政策的压力 和自身的良性运转中间 找到平衡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